今天就和大家讨论 Shopee 的 budget 应该要怎么样去 set 记得一定要把今天的视频给看完 然后把它给收藏起来 不然划过之后呢 没有办法找回这条视频了 首先我们在定价 Shopee 的 per click budget per click 预算的时候呢 我们有两种做法 第一种做法就是由下往上的定价 第二种做法就是由上往下的定价 怎么说呢 首先我们先说第一种做法 由下往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Shopee 的 per click budget 是非常夸张 可能一个关键字你需要用八毛九毛钱 甚至是一块以上的价钱来购买那个关键字 可是我推荐大家不要把那个预算的 suggestion 也就是 Shopee 有时候可能会推荐我们的预算 把它给作为参考 由下往上的方式呢 就是通常我们会用最低的价格 可能是一毛钱的价格呢 然后慢慢的去测 那个关键字到底值多少钱 所以打个比方我选了十个关键字之后呢 我会把十个关键字的 点击预算都设为一毛钱 在七天或者是三天以后呢 我会重新回去去看这个一毛钱 到底达到什么效果 如果效果不好 可能我们的 ranking 我们的排名在比较后面 我们可以去再慢慢的再提高多一毛钱 变成两毛 以此类推 所以提高到我们要的数额 可能到四毛五毛 我们就停止 到我们满意的效果为止 这二种方法的话 由上往下 从高价到低价 我是一个比较没有耐心的人 所以通常呢 我在Shopee的关键字 我一定价的时候呢 我都会直接 定出一个比较有优势的一个价格 可能是一个五毛 或者是六毛钱的一个价格 所以相对来说一毛的话 六毛七毛 或者是五毛六毛呢 会是相对来说 比较高的一个关键字的预算 所以我就会用这种方式去测 到底这个关键字值多少钱 所以例如说 有四个关键字 我全部放六毛钱 三天过后我回去看 这六毛钱要赌得 带来多少的收益 我在这里推荐大家 其实你的排名 不一定要在第一名 我觉得第一到第十名 都属于非常好 所以不需要到第一名 然后如果你的关键字 已经把你拉到第一名的话 这时候你可以做什么事情 慢慢的把你的关键字的预算 给调低 去五毛 甚至四毛 甚至三毛 所以以此类推 你可以每个星期 或者每三天 就去看一下 到底这个关键字 是否有调整 变便宜的空间 希望这一期的视频 可以帮助到你 去节省你的Shopee 或者是Lazada 广告的预算 想要成为电商大神的朋友们 记得按赞订阅 关注我的频道 我的名字叫Veon 我们下期再见